山路上一臺藍色跑車 高速逼近貨車車尾 完全沒有猶豫 加速跨越雙黃線逆向朝車 一秒後就看到騎士連人帶車 撞到山壁倒地不起 但跑車駕駛不但沒有停車查看 還繼續往前開走 安全帽上滿滿的刮痕 可見當下撞擊力道非常大 警方到場將機車立起 地上還有破掉的碎片 自摔騎士雙肩和背部大面積擦傷 還有輕微腦震盪 對車禍過程都完全沒有記憶 25號中午十二點 何信騎士要從郊西騎車返回英哥 行經北宜公路五十六K時 對象突然出現一輛藍色跑車 逆向朝車 他為了閃避自摔 雖然雙方沒有直接碰撞 但因為有因果關係 跑車還是算肇事逃逸 這次騎士慘衰斷片 還好熱心民眾提供行車畫面還原真相 不然騎士到最後恐怕吃了虧還不自知 3日新聞吳光宇高中林 新北報導 今宵